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有件事真的不肚不快 事源美國總務處處長麥菲寫了一封兩頁紙的信給拜登 裡面涵蓋了不少內容 其中一項是通知拜登 所謂的權力交接程序可以開始 偏偏有很多主流媒體大玩斷章取義 在信裡面的其他所有內容都一概不去報道 只是抽取了總務處 啟動權力交接程序的決定 就出來大做文章 作出他們的無限演繹 有些老屈總務處 說人家已經承認拜登是總統當選人 有些更加離譜 進一步老屈特朗普 說他這次都慣低了 總務處這個決定背後就反映了特朗普是認輸 諸如此類 顯然這些報導是加嚴加噪 究竟真相是怎樣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做新聞報導和時事評論 是兩碼子的事 做時事評論當然可以加入很多政治立場 個人意見 甚至乎是個人情感 但是做新聞報導 就必須忠於那個客觀事實 加震市總務處那封信 只有兩頁子 為甚麼 其他的內容 很多主流媒體都忽略了 偏偏就是挑選他們最想要的東西出來 就大做文章 其實 總務處那封信件 都寫了不少東西 之前有些人 就老屈特朗普 說他 刻意叫麥菲拖延 權力過渡的程序 但是人家就寫到了 To be clear I did not receive any direction to delay my determination 即是說我清楚一點 我根本上就收不到任何的指示 來延遲這個決定 然後這位麥菲就在他寫給拜登的那份公銜上爆料和申冤 他就說 反而我在網上通過電話和通過郵件 收到很多對於我本人 對於我家人 對於我的員工 甚至乎是我的草物的安全威脅 以脅迫我過早地作出這個決定 別人寫得很清楚 To coerce me into making this determination prematurely 大家都聽到了 這些指控其實就是非常之嚴重 主流媒體怎能夠是 隻字不提的 完全是忽略了這些內容 只是針對性地說 權力交接程序開始 我覺得媒體大致標題說這件事都不要緊 起碼你在報道的後半段 沒有那麼重要 那你也要寫出來 可以不寫的 提也不提 當沒有發生過 不提也算了 有些主流媒體包括本地那些 又在加鹽加噪 說這個總務處已經承認了拜登是總統當選人 究竟這些媒體在報道的時候有沒有看過那份文本 不是那麼懶惰嗎 還是作新聞 那封信只有兩頁子 第二頁只有半版 好心看完才說 人家總務處處長怎麼說 As you know The GSA Administrator does not pick or certify the winner of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即是說總務處根本就沒有選選或者核實 究竟哪個候選人才是這次總統大選的勝出者 跟著還說 The actual winner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electoral process detailed in the constitution 即是說真正的勝出者 就會由這個 憲法裏面所寫到的選舉程序來決定 即是說在12月14號 那個選舉人團投票才決定得到 別人就解釋得很清楚 跟著那些主流媒體 又集體來炒車 好心看看才報道 不要那麼難 我也不懂英文什麼 起碼 都看得懂 所以真是難怪特朗普 為何他經常都說那些主流媒體 是fake news 是假新聞 有時候真的沒有說錯 你沒有那樣說那樣 別人寫得明說不是 說來給你聽說不是 你硬說要是 你硬誣誣別人承認了拜登是總統當選人 又誣著特朗普認輸 他認什麼輸 看看他的Twitter才說話 特朗普就說到 說他要感謝總務處的麥菲 堅定的奉獻精神 和對美國的忠誠 他受到了騷擾 脅迫 和霸凌 特朗普就說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 發生在他本人 他的家人 或者是總務處的員工身上 而特朗普還說到 說他的官司 會堅定地持續下去 他將會 繼續努力地戰鬥 相信是會獲勝的 不過 為了美國的最大利益 著想 他就建議 麥菲和他的團隊 根據協議 做他們所需要的工作 並且 告訴他的團隊 是要這樣做的 即是特朗普 就是所謂大局為重 但是 就不代表已經認輸 如果認輸的所有官司撤回 收回家睡覺 是不是 我就很不喜歡 有些主流媒體 經常都好像很想強行來 製造一種 米以承吹的現象 上次就已經老屈 特朗普說他認輸 又說 拜登贏了 最後就已經是 全部集體炒車 這次又來 我發現他們根本上 就不懼怕什麼炒車 根本上他們要製造一個 平行時空 因為主流媒體始終接觸 那些 市民是多過 所謂網媒 或者是網絡世界 於是他不斷來 不斷炒作 又說特朗普認輸 認輸 是有那樣 你才說那樣 現在被人感覺 好像什麼都很急 急什麼呢 12月8日就已經是死線了 兩個星期都等不及了 不是吧 現在好像 餓狗搶屎 欠什麼呢 遲早都會知道 結果 現在就要下藥 要搞到 生米煮成熟飯 究竟在搞什麼呢 真是離譜 接下來就再說 關於特朗普的 團隊 他們就在賓州的案件上 上訴到第三巡迴上訴法院 可見 別人根本上還是在做法律程序 在州法院的層次輸了 就再上訴 根本都沒有停下來 然後呢 就猛地來亂報道 最搞笑呢 經常有些報道就說 哎呀 特朗普有一宗官司 又輸了 又失利了 到底那宗官司 是一些普通的美國市民 他主動來入品 他去單挑的 還是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的官司是失利呢 根本上特朗普法律團隊 自己提出的官司數量 就不是說 很多的 有些根本上是市民自己看不過眼提出 那些又拉下去 那麼目的 顯然就是要打擊特朗普支持者的信心 使得他們動搖 究竟贏還是不贏 就是由法院判決 不是由媒體判決 你當成全媒判官 好了 這個賓州的案件 就說要上訴 人家的律師就提出了 有兩大法律理據 第一 就是這個法院 改變了立法機構在選舉日結束之後的點票的做法 以及涉及違反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 另一個的理據就是 牽涉到投票系統和電腦軟件 無論是出現了舞弊或是故障 有幾十萬張選票是被散改了 其實他們的法律理據就說得很清楚 當然 一定要有相關的證據來證明得到 而這次的第三巡迴法庭 就是由一位 保守派的法官來坐陣 對於特朗普陣營來說 也算是一個好的消息 起碼不是找一個 所謂開明派的人來審 如果有確切證據證明得到有選舉舞弊行為 照計 這個判決就能夠伸張得到公義 好了 至於說 昨天有些人在這裡 懶得撿到寶 就說 這位鮑威爾就被人割席了 反之我的看法就是 人家根本上就是分逃出擊 兵分兩路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主要就是就著選舉上的爭議 他們的目標就是為了使得特朗普能夠成功連任 這個鮑威爾律師說的那些範圍是很闊的 包括他又說要追究那些 州政府的選舉人員等等 故此他就是要追究那些蝕國賊 其實是兩個層次的東西 目標也是不同的 所以就不能說 這個鮑威爾律師就被人隔離扯了 朱利亞尼也沒有這麼說 而且鮑威爾律師和林 Wood律師 他們的態度都很寬容 如果是真的鬧了是反面的 寫不出那些東西那麼大方 當夜圈下的主流媒體又說 又聽到哪裏的消息人士說什麼 那就喜歡先作一下 先煮一下水 上兩個星期有些主流媒體說特朗普會離婚 那來了沒有 所以 其實煩惱牽涉到特朗普那些消息人士 多數都是不准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